好 來 算命來 黃老師請告訴我們哪些生肖的人 在2010年他可以滿手的黃金 有鑽頭 好 比如說風水輪流鑽 那麼每個生肖有好的年也有壞的年 那麼2010年到底風水輪流鑽 鑽到哪一些生肖的手上呢 他可以滿手黃金呢 我們從第一名往下看 從就是最好的生肖 最好的生肖是屬蛇 鑽頭的愛化聲 東區地產大亨 古靈 好 拼下去 卡住了啦 你說房價卡住了 你是那個 因為蛇新的一年叫做福德跟天德 福德我們講福德福德就是土地神 所以最好他是自產投資滿地黃金 就是買也可以 賣也可以 投資也可以 在這方面的話可以賺到很多的黃金 好棒喔 是不是 幾年的 整年度的 我們這邊賺得很貴 賺嘛 這樣賺 終於賺到你了嘛 是是 賺人哥你到底有幾千趕快招出來 不行 好 再看一下這個風水輪流鑽到 哪個生肖呢 賺到屬羊的朋友 哇 他是身材有道 財源廣進 好 因為這個羊叫做 我們這個十二太歲也有一個子圍 他子圍朵書的子圍不是統一個子圍 也是叫子圍 表示就很好的意思 黃老師屬羊對不對 我屬羊 對 哇 你也屬羊喔 我不是 不然你就六十八年吃囉 好 那麼他表示說他不管是開店也好 寫書也好 出版也好 主持也好 好 任何他只要屬羊的 明年他身材有道嘛 就是會賺到大錢 好 下面我們看一下 下面是屬豬的朋友 耶 他鄉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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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夠說我能夠土偉 沒辦法拚對門土偉 新的一年 豬是得到太英 這太英特別獎 是女生又特別好 屬豬的男生就那麼好 屬女 就女生 豬母啦 豬母最好 豬母啦 他鄉賺庫 可能他到別的地方去 如果你沒有到別的地方去 你旅行也可以啊 旅行轉個運 過個水 或是去做導遊 對啊 沒辦法過年去玩 好 就把你的運呢 新的一年會做好起來 好 我們看一下第四名 第四名是屬牛的朋友 我們現場好棒喔 不過屬牛的很抱歉 屬牛到得太陽 是男生比較好 這個豬是女生 變性有幫助嗎 沒有 沒有 喂 牛接著太陽 我們講太陽 太陽是男的這方面 他是生意經營獲利滾滾 好 最後還有一個名額 好緊張 這個名額是屬馬的朋友 兩位都屬馬 好是喔 我好開心喔 我好緊張 你應該感謝你的老闆 真的耶 好緊張 謝謝 他這裡眼光獨到 眼光獨到是什麼 表示說你看中哪一支股票 哪一支就炸 看哪一股基金 哪股基金就炸了嗎 眼光獨到嘛 周財進寶 真的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公主 這些眼光獨到 所以我們要介紹我們 才已經專家我們木華說 因為你眼光獨到 所以我們說趁著元月來賺年終 你怎麼看 現在有哪些股票可以買 我記得幾個禮拜前 上櫃節目的時候 我們就講雙低嘛 對不對 低潤跟TFTLCD面板 這一波各位看看 是不是長最兇的 就是這兩類股 真的 有賺得一定賺得 不過其實講 這個也不是事後諸葛 我覺得其實投資 就剛剛黃老師所講 黃老師真的太準 你就說眼光要獨到 也就是說 其實他真的眼光獨到 換在股票上 有投資三個原則 我覺得 教我們這個觀眾朋友 給大家魚吃 不如教大家釣竿怎麼釣 怎麼釣魚 三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個你對產業的前景 要有認知要有分析 那幾個禮拜前 為什麼上櫃節目的時候 講那個面板跟低潤呢 是因為 其實我們在今年的整個 產業前景上面 看到這兩個產業 它是一個鹹魚翻身 谷底復甦 也就是說去年他們很慘 今年他們已經 慘不能再慘之後 他們已經出現了契機了 所以 所以那時候 再加上股價位置不高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 其實你就要資訊收集 像我自己個人投資 我其實還滿用功的 講實話 我都有一個筆記本 我都會把我自己主持 廣播節目的 分析師所告訴我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看到很多資訊 網站上也好 財經雜誌也好 報紙也好 我都會把它剪下來 到現在還有這樣的習慣 對 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會做很多歸納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組織這麼多年人家 問我會不會算 我跟我不要算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個人 我們很少能到公司 或是去做產業分析 不像一般研究機構 有這麼多的時間跟人力 那我們只好借重他們的分析 跟研究能力 所以說 但是你很重要 你自己要去分辨 它講的是對的或不對的 你要那樣的能力 所以說 你做一些資訊的蒐集很重要 第三個我覺得 你就是必須要 在整個公司的基本面上 財務面上你再去看 那結論 也許各位聽了無煞煞 那還是要給大家一些魚嘛 對不對 剛剛篤林哥請問 講重點 對 講重點的話 我覺得 今年年初 以這段時間 各位可以特別注意 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緋聞 什麼緋聞 就是那個 有一個人 很有名的人 被高爾夫球 那個一號桿 把他車子打到 撞到樹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 是啦 臉黑黑的 對啊 你有沒有發現高爾夫球 那個 駕駛就是木桿 真的很夠力 那你就研究一下 台灣哪一些公司 在做這個產業 我覺得他們今年很有機會 就是 做球投的很有機會 我覺得他們因為他們 真的 台灣在這一方面 全世界 那個很多名牌 都是台灣生產的 是是是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老虎 五隻被他老婆追打的那一竿 那一竿是台灣在做的 對 第二個 我覺得 因為今年 兩岸之間的一個想像空間非常大 包括 下個禮拜 馬上就是MOU要先生效 下禮拜一 然後第一 那個QD 到最後 今年五月六月很重要就是ECFA 那這個是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往ECFA這個概念上去找 那最近它已經其實有蠻大的一個波動了 那往那個大集團去思考 那什麼大集團呢 最近就是有結婚的啦 然後有兒子娶媳婦的啦 對 那是大集團 因為他們是得很 在這個概念下他們是很受益的 對他們是很受惠的 因為那個關稅降低嘛 加來大陸市場 我覺得 所以方向很多 對方向很多 那我自己個人最近在收集的資訊是往這一方面去Sky 然後很重要 記得要看他們的營收跟盈餘每個月有沒有成長 這個是很重要 不要只聽那個名牌 然後就是你要實際去瞭解財務面 Exfa你是聽得有嗎 不要問我說什麼是Exfa還是Extra 那不一樣 因為很媽媽都這樣問我 對不對 要看什麼盈餘啊 要看什麼技術分析啊 所以我在書裡面講說 這是簡單投資法 我標榜是你不用看那一些比較複雜的數字 或者那是比較高手在做的啦 我就一樣投資嘛 跟我們小孩子這個學走路一樣 你要先學爬 再開始走 再開始跑嘛 那爬第一個一樣是做功課 我自己也是一樣會有做筆記的習慣 為什麼呢 我曾經認識一個也是某外相的總經理 他是做投資很厲害的 我跟他講話他超筆記 我真的肅然喜驚 他說他覺得他只要跟任何人講話 隨時都帶個筆記本他會記 馬總統也是這樣子呢 你就會覺得說 原來這些大人物都這麼的謙虛 先進廣告馬上還有密法要教你